我曾经是个很自卑的人 觉得自己什么事都做不好 常常自暴自弃 就在那段最低谷的时期 上帝让我想起圣经中的摩西 他也像我一样 不自信 觉得自己不够好 但上帝让他使用手中的赞 拯救了以色列人 那我的手中又有什么呢 那一刻我才发现 其实上帝已经把话笔放在我的手中 并且在设计的领域 不断地培养我 这是他赐给我的才华 我可以通过设计祝福他人 也让自己更加自信 原来在我们生命的每个层面 他都早有预备 感谢上帝让我不再轻看自己